咱这个拳击 在这个距离 如果缠在这个距离的时候 那就发挥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他练勇之年 他就是有很好的决定 为什么手不能分开呢 我要就是控制着对方 我不给对方出拳的机会 对方要 你看出拳打虚打我 我要管着他 我这个一拉就过来了 对吧 我这个圈手 一圈手一过来 一过来到上面 他平衡 我就可以有效的 做到一种防御的状态 你说人家都不给你打手 怎么办 我一打他 他肯定要打手 他防不防 对吧 他肯定要打手 他一打手 他按着我的手的时候 这个手我就怎么办 我这个手就切进来了 就按手起尾 按尾起头 他按我的这里 我这儿就可以动了 是吧 我不能说 我就会两个拳头去打 他按着我了 我怎么打 我打不了啊 我只有动这里啊 我动这里这就空了吗 这全都就出来了 所以在于灵活的这种应用和变化 你看我们已经讲的就是64种变化 它在这个规律里面 无论怎么样的去 都在这个规律里面 这关键是你有没有把握这个规律 你说走64种变化 我这样一打手可以过来 可以拦着我的手 过于位置和角度 我能不能这样推 当然也可以 我力量大可以 如果我力量比较小 那我要走这个角度 走这个角度 你看 他这个角度 他很有力量 他在正面很有力量 但我走的是他的侧面 让他位置很不舒服的地方 而且我这个手 你看拧巴着他的身体 让他身体变成了一种 不平衡的一种状态 不能支撑 有效的支撑度 那怎么办 可以看 在他要我斗力 在斗力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要 我的重心降低 你看 我只要蹬我的后腿就可以了 加上我的手的 双手的一种 和身体的一种合力 就是这种状态 走这件事啊 是吧 走这件事 你看 打我的时候 我这个一过来 一拦着 我走这 一样的 走这里 但是走这时 管我打也可以 这短静时来击打 长静就可以发 发对方 发放对方 短静的话 直接就可以打 打 打 你看 进来 进来的时候 当然可以逛 走这个 勾 但是我们呢 就是 东西它可以 怎样进行语论 融合 我要懂 一二三 我还知道四五六 这样就 就有乐趣 就是 你打工的 同时 其实你也在 玩功夫 还在享受这个练功夫的过程 很多你的想法和理念 这个想法能不能通 来结合你 传承学下来的一些东西 最后怎么样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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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